我们这次编织两种花样 花样A跟花样B 花样A的话是洁丽花 花样B的话是凤尾花 同时我会利用这一次的花样 分享一件短袖的下纱上衣织图给大家 织图下载点会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我们先织花样A 花样A的话是六针四行一组花 比较特殊的是花样A做花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排第一行跟第三行 它是要在背面做 所以我们要先织一行的花纹就定位 一行花纹就定位在正面织的时候 我们要织上针 我这边已经先织完了一行上针了 这是正面 我们从背面开始做花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织花样A 起头三针结尾三针 我们固定织下针当做区隔右 花样A的话是六针四行一组花 我们织四组 一开始第一行我们这边是背面 我们这边第一行的正面要看到的是上针 我已经先事先织好了 然后我们从这边开始先织三针区隔的 然后接着三针并一针我们先挑两针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三针一起织 然后接着一针下针空针 在原来的这一针里面 我们再织一针下针出来 他就会变成三针了 接着做第二组 我们先挑两针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三针一起织 然后接着两针跳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三针一起织 然后一针下针 空针 一针下针 然后接着 两针跳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三针一起织 然后再一针下针 空针 同样一个针目 再织一针下针 然后接着 挑两针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三针一起织 然后接着 一针下针 空针 再一针下针 然后接着 两针跳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三针一起织 然后接着 一针下针 空针 一针下针 然后接着 把后面三针 区隔的织掉 这是花样 第一行的织法 然后到背面 第二行 这边其实是正面的了 好 正面这边的话 我们起头三针 结尾三针 固定织下针 中间这边 全部织上针 我们把第二行 花样织完 再做第三行 花样的织法 我们这边 第二行织完了 接着做第三行 一开始 把前面三针 区隔的 先织掉 然后接着 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边是三针 变一针 我们现在做的时候 就要做一针变成三针 我们先织一针下针 空针 然后同一个针目里面 织一针下针出来 接着这边上 刚刚是一针变成三针 我们要变成三针 变一针 我们两针挑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棒针对穿 三针一起织 然后接着又是 一针变成三针 一针下针 空针 一针下针 然后三针并一针 两针挑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棒针对穿 三针一起织 然后接着 一针下针 空针 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织一针下针出来 然后三针并一针 两针挑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棒针对穿 三针一起织 然后三针并一针的了 然后三针并一针的了 先挑两针过来 先挑两针过来 再挑一针 一针的支针 这是第三行花样的支法 然后接着到第四行 第四行这边是正面的 起头三针 结尾三针 固定支下针 中间这边全部支上针 因为我们正面要看到的是上针 我们把第四行支完 然后接着我们花样 就是从第一行到第四行重复的支 我会支一小段 然后再给大家看 这一次花样A支出来的样子 我们花样A 我已经支了一小段了 我把这边最后几针支掉 给大家看 整个花样支出来的样子 好 这边最后的三针区隔的 我们把它支掉 好 我们花样A支出来 会是这种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做花样B的支法 我们花样B 16针 32行 一组花 我们编织两组花 这次的花样是凤尾花 非常适合用来编织 围巾 或者是披菌 或者是套头的圆领上衣 都会很好看 然后这次的花样 我们支两组 起头三针 结尾三针 当作区隔用固定支下针 花样的话 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第一行到第四行 要支四次 然后第17行到第20行 也是支四次 我们现在先支第一行的花样 我们这次的花样起头的时候 记得要支两行 花文就定位 就全部支下针就行了 我们这边两行 我已经先支好了 然后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先把前面三针区隔的支掉 然后接着就是空针 一针下针 第二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三针空针 然后挑一针 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两针一起支 再来一次 挑一针 挑一针 左边磅针 对穿 两针一起支 然后接着我们挑两针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三针一起支 然后接着 两针一起支 再一次 两针一起支 然后空针 一针下针 空针 一针下针 再一针空针 一针下针 这是第一组花 我们放一个记号在这边 当作区隔用 然后接着我们做第二组花 空针 一针下针 空针 一针下针 再一针空针 然后就是挑一针 挑一针 左边磅针 对穿 两针一起支 再一遍 挑一针 挑一针 左边磅针 对穿 两针一起支 然后接着挑两针过来 再挑一针 左边磅针 对穿 三针一起支 然后接着 两针一起支 再次两针一起支 空针 然后一针下针 空针 一针下针 空针 一针下针 然后把后面三针区隔的支掉 这是第一行花样支法 然后接下来就从后面算起 一二三支三行 三行的话 我们正面要看到下针 然后接下来三行支完了之后 就是我们从第一行到第四行 再支三次 总共四次支完了之后 会是第十六行 我们再来做第十七行花样的支法 我们先支到第十六行这边 我们这边花样已经支到了 第十六行也就是到这个地方了 接着就要支第十七行 第十七行的话 其实也就是把我们这边的花样 换到这边来 这边的花样换到这边来 好 我们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一开始就要从第十七行开始支起 我们这边第十七行呢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第十七行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 我们这边总共有一二三 三个加针的 三个加针的 可是我们前面只有两针的减针 它会多一针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会有多一针 会利用到前面的区隔的部分 我们先把前面区隔的部分 我们支两针就好了 这两针固定支下针 然后接着我们这边就要做三次 两针并一针的 这在衣服上的话是在右侧的 好 我们从这边 一针 两针 第三针 可以看到我做了三次 其实这个的话 如果旁边有针的话 就要做三针并一针 我只做两针并一针 然后接着开始 一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二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三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四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五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六针空针 然后我们就是挑一针 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两针一起支 再一次挑一针 挑一针 左边磅针再对穿 两针一起支 然后这边我们要中间的两三针并一针 我们这边两针一起挑过来 我们记号先拿掉 然后再挑一针过来 左边磅针对穿 三针一起支 然后接着我们把记号放回来 这边就要两针一起支 一针 两针一起支 第二针 然后接着六针空针的 我们叫一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二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三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四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五针空针 一针下针 第六针空针 然后就是挑一针 挑一针 左边磅针对穿 两针一起支 再一遍 挑一针 挑一针 左边磅针 再对穿 两针一起支 这边同样 我们要做三针并一针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 左边没有办法做出空针 所以我们这边 只要做两针并一针 这边在衣服上 会是左侧的 我们把这边 两针一起支掉 这样子 针数就刚好 然后这边后面 还有三针 我们这边三针区隔的 固定支下针 我们把它支掉 这是第17行的支法 然后到背面开始 我们算1 2 3 三行我们全部支的是 正面看到下针 然后接着再从第17行开始 到第20行 再重复支 这一段的花样 我们还要再支三次 1 2 3 3次 三次支完之后 到了32行 然后再从第1行开始 重复的支 我会支一小段 然后再给大家看 整个花样支出来的样子 我们这边的花样 我已经支了一小段 然后这边最后几 一行的最后几针 我把它支掉 然后到正面 再给大家看 这一款花样 整个支出来的样子 好 这边上针 正面就是下针 然后最后三针区隔的 我把它支掉 我们整个花样支出来 会是这种样子 我只要用这种花样支出 我们的花样支出来 在这边 我们的花样支出来 是这种花样支出 是这种花样支出来